我們在61頁呢 可以搭配一個迴圈 你就可以做正數計時 或者是倒數計時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現在上面還有一個 風明器 對不對 所以 現在呢 我先讓大家體驗一下下面 我下面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模擬器的版本 61的下面 有一個模擬器版本嗎 你可以先用這個玩玩看 我們把這個網址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模擬器模擬器 你看 模擬器裡面有LED點子燈也有風明器喔 我有接好了對不對 現在我就來執行一下 我們感覺一下 好累 有沒有這樣有聲音又有視覺 對不對 那 這裡 OK 所以 你看這邊 我們在這邊 最主要概念是讓同學去學一個這個 迴圈 早上 我們基本功能裡面 不是有一個直接重複幾次嗎 做門鈴對不對 這種呢是固定次數的 可是呢 我們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喔 有沒有還有一個有 可以直接指定範圍的 你可以每個幾個 做一個 你看我用這個之後 它會說 1到10 每格多少 對不對 每格1就變成12345到一直到10 超過10之後不符合這個條件就不做了 這樣有概念的嗎 好 那如果 你要倒數怎麼辦 剛剛的就是正組 12345 所以如果你要倒數計時 就把這個 每格 多少 字變成多少 負1 負1對不對 我就從10 到1 然後每格負1 這樣就OK啦 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 好的一下 有沒有從10開始 那你如果 到了 1 我就可以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時間到 登登登登登登登 是不是可以 叫個聲音 也OK 好 那如果呢 你是到醫院的話 就把這個等待的秒數變短一點 你們 去醫院沒有聽到這種嗎 我短一點看一下 沒有按到 剛剛早上我們不是有按門鈴 有救護車 現在直接送醫院有沒有 醫院不是那個心跳的那個 對不對 如果你再短一點 表示他比較緊張嘛 有沒有準備要急救了 如果一長生你就知道 要準備用那個 有沒有 電擊的 所以其實你看 聲音 真的可以玩很多 那 這個是我們在60頁讓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用模擬器 其實就可以 去學會 這種所謂的迴圈 那麼 Webduno呢 在我們簡報 62頁這裡 他也可以搭配這個 叫做YouTube的播放 因為我們的風鳴器 很抱歉喔 他就是這樣 嗶嗶嗶 就是單音的而已 如果你要播 像MP3的音樂 那些啊 那些他就不行 可是呢 你可以搭配這個 搭配 我們有另外一種的 互動方式 叫做YouTube 你去指定一個 播放 那我就可以 透過這邊來玩一下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妖怪手錶 既然現場有位同學 我應該找他來前面 你來前面 我跟你一起嗎 我們看一下 這裡 你看我把這個打開 然後呢 燒杯 這裡打開 有沒有一個叫YouTuber 有齁 那這個一樣 就是倒數啦 我這邊把它給成倒數好了 5到1 好每格-1 所以呢 等到倒數完了 我們就會去播一個影片喔 我把這個 有看過對不對 對不對 這卡通有看過嗎 有吧 好好好 OKOK 所以他是有看過的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剛剛倒數完了 先看了前面這一段 應該就 氣氛就冷掉了 對不對 所以倒數完應該要直接跳到 準備要跳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WebDuno裡面 你看喔 我先把程式碼解釋一次 你看這裡 我們剛剛 一開始進來 有載入 YouTuber 但是我先叫他暫停 因為不能馬上播 等到倒數計時 是5到1 5到1 最後 開始播放 而且到第14秒開始播 這樣有沒有 了解那個概念 好我們馬上試一下 這樣子 這個拉出來 但是你要給鏡頭看到 以後你媽媽才會看到你 呵呵呵呵 回來一下 好你看 我們的模擬器在這裡 有沒有開始在倒數 對不對 好準備囉 有沒有直立套這裡 你怎麼沒有跳 我會餒 這個最難你知道嗎 呵呵呵呵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搭配完啦 這樣是比較好玩 對不對齁 所以 它裡面其實有蠻多一些應用的 你這樣你媽媽看到就不高興 怎麼做老師在跳 好謝謝你 謝謝謝謝 OKOK 好所以 這個就是可以稍微玩一下啦 像這樣子 是不是比較有趣一點 OK